單科跟中校的問題 我的建議 我的立場 我的角度 我的心得 描選單科 開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看到今天有些手持鏡頭 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不一樣的事情要發生了 什麼樣的事 我們現在來分享 但是我先切換一下鏡頭 好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 不是說擺出來曬太陽 曬書節 擺出來清昌大拍賣 現在推銷 大特價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把揭公 我們拿出來 跟今天的主題會有很大關係 那個盒子不是重複 那個盒子只是說 我就擺在桌上而已 裡面有東西 裡面是有東西 這樣我非常非常拿起來 因為我覺得音箱的reverb 比較好聽 當然 應該的 然後看到地上 看到地上 滿足要虛榮金門 要給它開起來 亮晶晶 亮晶晶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Saya大 很重要的是今天主題要來分享了對不對 我會把那個電源關起來 按掉了 好我們現在切回主視角 還有這邊有一顆 三個影片 MT2相關的事情我們切回來 不過在切回來之前我想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每天的主角 每天的主角 就是這一台 我們這個Fender Deluxe Reverb 上面那個紙片都在那邊拿起來 可以擋一點灰塵 Deluxe Reverb 在我入手這一台音箱之前我也不清楚Fender的音箱到底在幹嘛 啊這個有趣囉 為什麼又有趣 因為說我如果不清楚這個東西在幹嘛 這是我們今天我們一直 可能最近幾個月半年以來主要的收音賣 Sennheiser 深海的1906 上面有型號 全部都是 你看到東西就長在這裡 但今天這一集我們不是分享說 直擊Deck Go的環境 不是我們不是分享這個 我們又要來講效果器 因為這一顆會跟那個音箱有非常大的關聯 就這一顆 而且他有趣的地方也是他 貴的地方也是他 大家喜歡的地方 我們現在切回來 喂喂我們回來了 感覺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我手上拿一顆Strymer 好像講話很大聲一樣 改天尾有 有機會 存到錢 存夠錢 存夠資金我們再分享其他的Strymer 這個我也是二手買的這樣子 很漂亮的價格 因為Fender太少人用 所以 拿到很漂亮的價格 品項超好 只是可惜沒有那個 裡面沒有內附電工 有點可惜 好我們繼續 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先來講一個 到底 該買重效還是單科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縮圖 前面那個封面 單科問號 重效問號 我們現在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單科 什麼叫做重效 單科顧名思義 台灣叫單科 單科就是配的 當然 單科 但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到底單科意義是什麼 就一科 一科 很多科 剛前面的影片 很多科 地上一排 很多科 那這些科真的有意義嗎 這個非常重要 有 先講一下我個人的心得 又來 其實你會發現我每個影片主題都 都是類似的風格 喜歡抓工類似的風格 我跟你講 看這個影片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觀眾不適合買重效 奇怪了 誤人子弟 害人肥錢 黨人財路 想說黨人財路 我不知道 春書巧合 春書巧合 那要講一下 為什麼 說 我直接結論 直接結論 甚至我打在下面敘述第一個沒有標題詐騙 好不好 直接第一行字 等下去看 更多內容 按下去 我最推薦單科 就那麼簡單 推薦單科 為什麼 底下沒有三層 講話好 走路是這樣走 不是 不是這樣走 怕被人家知道 沒有 我最推薦單科 我推薦你一定要從單科開始 為什麼 首先 如果你 我們來分享一件事情 首先 對於我 等一下講的話 你先點進去這個頻道 不管你是 之前有訂閱的朋友 還是第一次看到的朋友 沒有關係 點進去這個頻道 為要做什麼事情 點開我其他影片 做一件事情 聽看看 音質怎麼樣 聽看看 音色怎麼樣 為什麼 這會跟我下面講的話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可信度 不然我根本做不到 講得很大聲 例如說核能 核能很好 核廢料 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別人有的會解決 不是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 而且到底要放在哪裡 核廢料放在哪裡 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放他家就好了 我說 放我家就好 隔壁鄰居就一起死 不可以這樣 好不好 有評有據 據理力爭 我們講話 講證據 講信用 去聽看看其他影片的音質 錄得怎麼樣 彈得怎麼樣 如果你 其他YouTuber 你可以比照辦 你其實我們真的要一直在 提倡這件事情 下面有時間調 如果你覺得這邊太久 你可以往後跳 太激動 太激動 你提到YouTuber 你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不是說攻擊他們 我根本沒有講誰好不好 如果你自己覺得他們 那是你自己的判斷 我根本沒有講誰 我是說你可以用一樣的標準 趕快的標準 去判斷 誰知道可以判斷 因為很簡單 你點進一下看 不管 他是什麼人 他訂閱多少 全部蓋起來 好不好 或是他怎麼樣怎麼樣 影片多少觀看 沒有 不重要 不重要 什麼叫做標準 你手全部東西蓋起來 當作是一樣的 你點進去聽看看他每一個影片 不管他是 效果器的demo 還是他吉他的demo 或他個人的作品 等等的 沒關係 點進去看看 如果聽起來很 很 很不好 很不好 直接取消追蹤 甚至封鎖 我不知道YouTube能不能封鎖 影片少看一點 為什麼 我們 這個頻道強調 強調什麼事情 我們這個頻道強調說 我們 大部分的效果器相關的影片 我們不加料 不後製 通常大家都加好加滿 都加好加滿 多種感覺他某個 某個店商在賣東西的那種風格 但我沒有開玩笑 通常大家都會加一點美化一點 加分一點 像你出門化個妝 加分 化能點睛 如果本身很可怕 那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大概就是概念 如果大家都加好加滿 鹽巴味精調味料 生起粉末加一加 端到你面前 還是很難吃 你就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都後製後成那樣子 他的音色還很難聽 那這個頻道真的不要看 好不好 不要看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很認真在做的 欸 我不是說 其他很爛我好 不是喔 我說還有很多認真的人 支持那一些認真的人 去認真聽看看他們的音色怎麼樣 不然如果他音色爛你來聽他講話 到底何在嘛對不對 我們用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喇叭 自己的所有設備去檢視 所以我們才參考 例如說 某一顆效果器 我現在手這樣 桌上這些 喔喔喔喔喔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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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BOSE DS-1 抱歉 前面這邊比較長 但是 這跟後面的結果有非常重大這個 連接量 這樣看起來很厲害 看到嗎 Streme看不太知道 有了 喔這樣看起來很厲害 我拿在手上拿在這裡 這樣看起來比較 喔神主牌 沒有人敢動我 先打敗他 來看一下 繼續來 去聽看看 去聽看看 聽看看別人的東西怎麼樣 再來看看 說這個頻道講話呢不能聽 不然他如果很爛 就不要聽 好不好 為什麼我直接推薦你 單顆不是重 這樣 那一定會有人跟你講 阿中單顆前坑啊 然後看大家都地上一盤 哇 哇 哇 為什麼 等很簡單的道理嘛 就那麼簡單 用其他東西去解釋就好 或者是 不是我講 好不好 不是我講 不是我講 或是你 喔德國用單顆你誰 什麼咖 欸 沒關係 你看國外 看國外 以下我們慢慢的 來 提出這幾位大師的名稱 Eric Johnson Bertes Asato Azato Nick Johnston 但Nick最近他用特別 然後Camp 我其他辦法在巡迴 這樣 或者是 Eric Clapton slash 不用我來說你隨便去Google 或你已經知道一坨苦的案例 應該說你反而要去檢討看看 誰不用單顆 奇怪對不對 阿薩托一把簽名請十幾萬 很多 還有簽名特別款的 效果劑 甚至尖銳 就是因為他 之類的 很多單顆單顆 或是他每過一陣子 還給人家採訪 最近 他好像去給 王金星哪一家 Jackson Audio 之類的 去給人家採訪 也是一盤 也換了 或是他上Sweetwater的採訪 也換一盤 還跟之前的 都幾乎不太一樣 當然效果差不多 只是 公司還換了 換成 Wireless Audio 換成 Earthquake Device之類 純屬那個 甚至他可能過正的Stripe 沒有他很早前 影片有Stripe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之類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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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講的不準 那他們就好 很簡單 為什麼他們要用的東西 甚至你去看他們的影片 不管現場家裡的 為什麼後面 巨大的音箱 那個還不夠 喔那個還不夠大哥 更大的音箱 他很久前 就長那個樣子 為什麼 只有一個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聲音比較好 講完了 聲音比較好 啊你會說 啊那個 沒錢啊 那個 買一顆 忠孝益勞有益 如果忠孝益勞有益 誰要買這什麼 對不對 很簡單的邏輯 今天我不是說忠孝不能買 讓我講下去這樣 我不是說忠孝不能買 萬惡忠孝 坑錢 騙人 詐騙 詐欺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一個很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在你不會用單科之前 你通常不會用忠孝 啊你會說 沒有 放心 接下來的話 不管你是用過單科 沒用過單科 用過忠孝 沒用過忠孝 或你現在忠孝卡關 所以要看這個影片了 或 你正想要轉換跑道 賣掉忠孝 改買 單科的人 這個影片你看對 但如果你是 單科想要賣掉 換忠孝的 然後那你很好 我搞不好可以 把你勸退拉回來 為什麼 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真的單科的聲音 很棒 很棒 真的很棒 光用單 單價 我們用最現實的 成本單價 價格去想就好 因為想說 一台忠孝 某一個價錢 不管你看上哪一台 入門款 進階款 旗艦款 超強 之類的 之類的 他有他強大的功能 大家通常都會拿旗艦款出來比 但沒有我們 類似的價格你自己想一下就好 你自己想一下就好 因為很多 太多公司在做 以下這個不是說反駁說他們東西一文不值 而是說 大家好好想想 這些內容 一是用價格去想 如果你看單科又不方便 看每一顆效果 氣質件還要用導線 短導線 把它連在一起 又是錢 每一顆還要供電 供電也是錢 電工也是錢 還有獨立電工 又比 沒有獨立的電工 更貴 然後 輕的又比重的更貴 例如說為什麼 Strymon Zuma 之類的 我到現在還捨不得買Zuma 之類的 用那個跟磚頭一樣的 那個Pro Power 第二代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堅持用這個 中的鑰匙 看第三個那麼大效果器盤 去表演 中的鑰匙 爬樓梯 中的鑰匙 什麼都中的鑰匙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好聽 就是那麼簡單 因為它好聽 那邊又有人 一定會有人提出 某某做廠老師什麼之類的 我這邊不講那個 你是不是做廠老師 很簡單吧 對不對 以你 或以我來講就好了 你如果是做廠老師 那你已經決定了 你就來這邊開戰 之類的 因為前面所提的 99.99%的觀看這個影片正在看的人 你不是 你不是用得到那個人 人家一天趕三場 趕四場 趕兩場 趕至少趕一場 你有嗎 沒有 哇 然後 還有音箱模擬的問題 人家因為趕那麼多場 所以人家沒辦法用音箱 人家要 真的要簡便 所以人家 跟吉他也有關係 所以人家吉他要能夠多方便 多方面的應對 應對很多場合 多變的音色 等等的等等 這種東西連關在一起 甚至人家用無線導線 人家用無線導線 Wireless 無線導線 無線導線 人家用無線導線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有需求 但今天問題來 你 不然我就這樣講 Slash的需求 你有沒有啊 就講這廢話嘛 對不對 之類的 台灣應該沒有人不認識Slash 大概就這個概念 因為我不準 你想看看Slash就好了 你不認識Rsato 不認識Rsato 到底什麼東西 我還不確定 你總認識Slash了吧 難道真的有人不認識Slash 留言讓我看一下 我很好奇 之類的 我想到任何一位大師 什麼 之類的大師 為什麼他們堅持用一些很特別 昂貴是通常 的器材 然後又要那種很重的音箱 很重的什麼 當然 如果你 前面那個說 做廠老師都帶簡便的 我就說 這些大師不是做更好 哪一個比較厲害 大師 不能夠這樣比嘛 對不對 為什麼大師 有很多人來辦音箱 還要特別的祭司 為什麼 人家有追求 如果我這樣講 那大師不是更值得你模仿 要不要學一下大師 剛出門一整個卡車 或司機把吉他之類的 要不要 不能夠這樣比啊 又拉回來了 今天不是說那些老師亂講話 不是說做廠老師亂講話 或是他們方法是錯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人家工作有需要 所以人家用那個設備 不是說他選擇錯的 而是他有需要 他用 你不需要你不用 取捨啊 又來那個奇怪的三角形有沒有 什麼價格重量跟什麼好用還什麼之類的 或是耐久之類的 三個只能用兩個 如果你都要就超貴 例如說你又要輕又要好用 又耐什麼 就很貴 你要便宜又耐用又輕又好用 沒有那麼貴 之類大概是這個概念 就這種意思 這樣子 他們取捨掉了一些東西 因為 某一些場合下 他們經過之後 這樣子比較 比較實用 比較方便 比較便利 比較可行 所以他們這樣取捨 如果你直接套那個方案進去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當然如果你也是 同樣的狀況 那當然你回去走一樣路線 那是絕對OK的 不是說那是錯誤的 或愚蠢愚昧的 不是 但是當你不是的時候 就會發生以下的問題 又回來 我們先大概講一下 綜合效果器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這個時代的綜合效果器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內容呢 一 很多的單科在裡面 這個是當然一定會有 很多的單科 從矩反 破音 compressor 調音器 甚至那個loop 重複播放 然後基本的 report delay crawls facer flangler 各種神奇的效果器 神奇的空間器 破音器 boost 等等之類的東西 大概你 以你的姿勢 我認真喔 這邊講以你的姿勢 所能夠想到的東西 通常裡面都有 甚至我不知道東西裡面可能也會有 那你說啊 功能上沒問題 對 我一直在講 不是東西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喔 開槍了 事實上就是這樣 不是嗎 今天我們是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來釐清問題在哪裡嗎 就跟你拿一把十幾萬的琴 不會 絕百分之兩千改變你的能耐一樣 因為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琴的問題 不是琴不好 對吧 大家都認同這件事情 很貴的印象 彈不好聽 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 就不是他的問題 對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跟如果你 一旦音色不好聽 就怪啊 怪團員 怪 怪現場的 皮樂大哥 怪 怪舞台的 地方怪設備不好 那就是你的問題 找藉口逃避 繼續來 繼續來 好 也是 效果器裡面很多 綜合效果器 再來它會有很特別的功能 什麼樣的功能 音箱模擬 音箱模擬 你可以選你要什麼樣的音箱頭 什麼樣的音箱的那個體 Cabinel 我不知道這邊怎麼翻譯 就真的一個cap 你要小音箱的模擬 還是要四乘十二的模擬 還是要怎麼樣它都有 你也可以雙聲道輸出 甚至可以設定兩顆音箱 這個十幾年前就有了 大概是這個概念這樣子 還是要那麼強大 你還可以設定說 音箱模擬 我要用什麼樣的麥克風 多貴到多便宜的麥克風 都有 去收音 然後直接送給PA台 啊你要說 這個那麼厲害 對不對 我就問你一句你會用嗎 我跟你保證 99%的 看這個影片 他現在發現 我的綜合效果 卻有那個功能 真的有還真的有 你可以去看看 通常都有了 你現在這個時代 2021年找到沒有的 你還蠻厲害的 你真的還蠻厲害的 甚至你用電腦裡面都有 真的你插電腦來 還用那個plug in 去模擬 什麼之類的 再輸出 都有 但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你說這個 感覺 好像很複雜 很多鈕 還有各種那個 很多鈕好像很複雜 那換 這個更簡單 只有三顆鈕 夠簡單的沒有 只有三顆 只有三顆跟一個開關 夠簡單的 再來 吉他上面有幾顆鈕 夠簡單的 音箱上面有幾顆鈕 夠簡單的 你會用嗎 面對事實你不會 事實上是 我也是以這樣的心態 一直在學習當中 我也不會 你一定要 不管你還是我 我們一定要接受 你不會 我不會 所以我們要開始學 開始練 開始試 你不願意學 至少你練 你不願意練至少你試 如果你三顆都不做 那你可以就撞 你撞 那邊有牆壁 這樣 很多地方都有牆壁 你可以一頭撞上去比較快 我是認真的 你再有錢 你不練 你不學 那是沒有用的 全部的東西又來了 或者是姜妹兒 現在你可能姜妹兒比較好 姜妹兒的整套設備 頒給你 你也彈不出那個聲音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 你就那麼簡單 你不會在喊的內容 他真的你 你會 他的情緒你也抓不到 他的節奏感 他的律動 跟他的特色你也抓不到 不然說 如果你說這些東西ok的話 那麥克風拿起來 唱歌不是跟他一樣 喔 那你葛萊梅 對不對 全世界風靡 歌王 為什麼 對吧 很簡單 不是啊 就不是這個問題 是人的問題 還又回來 如果你連最基本的 音箱上的旋鈕 甚至吉他上的鈕 那才幾顆鈕而已 不是嗎 你都不太會用了 只會用跟不太會用 是不太一樣的事情 什麼意思 例如說 例如說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嗆辣紅椒吉他手 REA 7 paper吉他手 吉他手 將 很難唐 他有一顆 這個全開 全部旋鈕轉爆 然後我就講問一句話 幹你什麼事 他那樣用是因為他知道那樣用比較好 或是實驗之後的結果 跟你沒有關係 懂嗎 這個什麼意思 吉他上個旋鈕 音箱上個旋鈕 也不是全開到底就好 懂嗎 沒有那麼簡單 好嗎 如果全開好聽那我換 GO GO 去做去做 好了你也是 你也是全世界知名的經典吉他大師 不是嘛 就不是啊 三顆牛也都有問題 那一台縱效裡面有多少東西 你真的都有摸過了嗎 大家在良心摸著 良心摸著自己想一想 真的有摸過了嗎 我每次都在做這件事情 地上 最簡單最芭樂的 DS-1 我真的 真的理解他的 一切了嗎 或是 Tubescreamer TS-9 TS-808 很大都會更有心得比我還多 真的會用了嗎 不然調運氣好不好 調運氣你真的會用了嗎 用得準嗎有在用嗎 不是你插 插在那邊就好就解決 你總要調嘛對不對 要用到啊 要用到才有用啊 就那麼簡單 這也是為什麼 我自己的鞋類史也是這樣來 當初我高中的時候買了一台 BOSS的GT-100 現在絕版了 應該絕版了 呵呵 現在都一千跟一千塊 我不知道改天會出一萬之類的 在這個情況 當初我到 三年前 三四年前賣掉 三四年前賣掉的時候 我賣完到直到今天 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應該兩年多 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這是事實 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那一台東西上面還有很多東西 我在賣掉之前我也不會 而且會跟知道跟種會貫通是不一樣的事情 你知道他有 你知道他是幹嘛 但你用不用 用得怎麼樣 用得好 就說最簡單的 出來的結果好不好 用結果都難講 你說啊前面的東西什麼東西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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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音色出來怎麼樣 很簡單吧 這也是我講的 我講的後來有沒有道理 去頻道上面看 頻道上好就按讚 頻道上不好就那個 很簡單 真的真的是這樣做 這樣子做 我們才能夠選擇出一個 我們希望的未來 跟我們希望的社會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 也是這樣一路過來 當初我也知道說 人真的有惡性 我們得面對人有惡性這件事 甚至那個還當時還可以直接插耳機 出來練習 那我有做嗎 幾乎沒有 我還是插音響 就是那麼瘋狂的事情 印象模擬也不太會用 買什麼之類 是我從自己開始錄音之後 我才知道 那個麥真的有意義 那個麥克風的角度啦 那個麥克風的類型啦 最基本的 基本的就好 基本的就好 都有意義在 可是我不會用 甚至我連動都沒有去動過 我從買了這個之後 我才開始面對自己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我的問題 但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系列10K 我買完單顆之後 我才開始面對說 好像真的很多東西 是我自己的問題 這個是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我面對我自己的過錯 超過真空管的 小真空管的音響 VOX AC4 TV 我現在沒有連結 就不要緊張 反正上面沒有GAM的 怎麼辦 音響出來是乾淨的啊 如果你要音量 轉大音量才會有漂亮的GAM 那那個 我找就找人 你在台北就被抓去關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開發站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鄰居就覺得 是個可惡的垃圾 大概是這個概念 怎麼辦 買效果器啊 買效果器啊 這個也是我很早期就買了一顆 對 幾乎剛開始就買了 三四年前 就買了一顆 哦 等一下在錄音 你發現音響開始彈了 呵 那這個機很久了這樣 買了之後發現 哦 原來那個東西 原來這個東西 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真的是 聽起來很可笑 但我 我真的必須承認 這是我的切身之痛 很可笑 真的很可笑 甚至我跟你講 那個GT100 那些縱效什麼 隨便調一調 都會比這個好聽 但那是我的問題 對吧 那是我的問題 還會有一個很奇怪的 門檻跟分數 但當你突破之後 你會發現單顆的好 但如果之前的話 可能覺得當縱效 乍看之下 或是你會給自己一個理由的時候 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調 一定會更好聽 但沒有 那是你的問題 大概是這個概念 而且 好的縱效通常不便宜 什麼叫通常不便宜 大概啊 大概啊 基本 好的東西 好的縱效 兩萬塊 以上 以上 要弄到更好的 四萬五萬 甚至要多少多少 他強不強 強 真的強 甚至電腦的 Plug-in 裡面的模擬 再接一個 介面再輸出 給PA 彈 強不強 強 真的強 但是問題是你強不強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有時候你會依賴它 它是好東西 它設計精良 讓你容易上手 容易拿到一個好東西 但有時候 你會因此 錯過很多學習的機會 這個是我從那邊 最便宜的 的這個 DS-1開始的 是這個一顆二手 甚至可以在一千塊以下 撿到 功能正常 我沒有開玩笑 然後你便宜的重銷什麼 便宜的電工什麼 撿一撿 真的你一萬塊 幾千塊以下 就可以弄到好東西 這個牌子 BOSS BOSS 上面有沒有寫 有了 它那個可能光線 看不太清楚 BOSS 無腦買 就是我自己無腦 BOSS跟MXR 真的是你可以無腦買 價格 跟信賴度 reliable 真的是reliable 真的很值得信賴 從買回來之後 無腦才 甚至這個買了 人家不要的二手的 你看 上面還有缺腳 什麼之類 之類的 舊的東西 才到現在還沒有事情 而且我是那一天會瘋狂 開關的人 為什麼 可以看到前面的影片 地上有很多的效果器 地上很多效果器 總要一直實驗 我自己講的不會總打字一點吧 從開始 導線插進去的那個開始 一直實驗 今天這個 A效果器 接delay 接rever 這個參數下 好聽嗎 然後再換B效果器 再換C效果器 或A加B B加 B加C 或ABC全開 然後怎麼樣的調 然後又來 音量都在合理範圍 不然我自己都會痛啊 然後鄰居 鄰居會生氣啊 要彈起來不爽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直調啊 然後每個調都會有影響啊 你如果說你都全部都試完了 我是不相信的 光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要一直插在那邊 為什麼光Cube Screamer 我要放兩顆在那裡 因為我一直在試啊 搞不好有一些東西是我喜歡 但是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嘗試啊 這真的 苦口婆心 切身之痛 為什麼 因為真的 你唯有這樣子 你才不會錯過很多的東西 有可能 很多很多的東西 是好聽的 好玩的 有趣的 但你自己沒去試 結果就錯過了 錯過是最可惜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開始 開始去妄想 小朋友 我想說 買一個 一千塊兩千塊的 BOSS 不用解決 喔 買一顆五六千 能不能解決 然後你又開始想 然後五六千 可能也沒那麼好聽 然後買一顆一萬 一萬兩萬的 好不好聽 甚至要絕版的 夢幻逸品 之類的 好不好聽 沒有真的 你要先收回來 你爛 我爛 開始進步 不是說 我已經什麼都好了 別人如果挑戰我的音色 質疑我音色 批評 建議 你爛 你爛透了 你就是在找我麻煩 我都改很多 你要怎麼樣 不是 不是這樣好嗎 任何人 包含你可以去看任何大師 原文的演講 大家都會講一件事情 我到今天還在學習跟嘗試 我還在找有沒有讓音色更好聽 哪怕他已經是 大師了 一定是經典是傳奇 他還在找有沒有更好聽的效果器 更好聽的吉他 更好聽的印象 之類的 或者是就算不找新的 現有的東西 繼續調整 真的繼續調整 這個東西你是 不變的定律 真的你就一直學一直試 你才會 一直一直進步 聽起來很 很痛苦我知道 因為這不是花錢能解決的事 也不是找老師能夠解決的事情 因為 還有 剛才又來 找老師 向性問題 他的專長 取向 這個真的是 無解的事情 我說他都沒有專精某個領域 我不是說 這樣也絕對不要去找老師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每個老師他專長的事情不一樣 或他 好像也沒 真的沒什麼好多加解釋 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 他不一定 什麼都會 或不一定什麼都超一樣 這是事實 老師也正在學 如果你的老師是一副 我不用學 我已經很有名 很厲害 成名多年了 那這個老師 我也不建議繼續跟下去 因為這樣 對你的心態發展上也不太好 如果你也成名了 那 Have fun 開心就好 但是不是啊 現在我們就是在一個學習的階段 真的你要先虛心學習 然後一直改變 一直嘗試包含錄音的方法 錄影的方法 彈奏的方法 每一次的影片的製作 我也都還在學習 都還在改進當中 如果今天你有看到我的影片說 我超強 我什麼都會了 大師班授課 那這個頻道你也可以 不再追蹤了 因為大概知道 這個人這輩子就卡在那裡 天井就在這裡 這是我給自己的期許的目標 絕對不要落入那個陷阱當中 真正的底點是你自己 不管 很開心你看到這裡 但是說 單科縱效 喔 現在外面嚇到了 單科縱效 它各有各的優點跟 不能缺乏 取捨跟長處 跟長處 但是 我很推薦從 這個單科開始 嘗試 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面對那個東西 你真的要面對它 面對那個東西 面對它只有三顆牛 但差距音箱怎麼樣都不好聽的情況下的時候 你就會面對說 可能是我有問題 這個是任何事情的關鍵 如果你不面對這件事情你覺得是 這個東西 不好 它爛 然後 音箱不好 爛 吉他便宜 爛 方便不好 爛 不夠大聲 所以 不好聽 錯 你爛 這是一切的關鍵 我有講了那麼多影片 這個影片三四十分鐘 也是為了分享這件事情而已 為什麼 你先面對你爛 你才會進步 才會改進 才會真正去面對這個東西怎麼弄 然後 它越簡單越好 越簡單你越能夠找出問題到底在哪裡 也有可能真的是你喜歡的風格跟某一些效果器 不合 不搭 但是那你必須先 猛心自問 虛心 囚禁之後 才能夠下這個定論 才去做其他的嘗試跟投資 不然你就會陷入一個一直花錢 然後一直逃避 一直找藉口的無限回線當中 我也覺得夠 那我們再回 虛反風 記得這部 有給你一點的幫助 這樣 我也告訴 拜拜 拜拜